再回到民洋大火身上 前面提到这间厂房存放着超量的化学物质 但是更大的问题是 从消防队员进入火场那一刻起 根本没有人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危险物 这对民洋这间公司来说极度的讽刺 因为他们早在2020年 还曾经高调宣传他们导入了 AI智慧制造产业升级 但透过这场大火 也点出了到底科技能不能在火灾现场拯救人命 因为事实上高雄市消防局 当时有动用四台的消防机器人到场支援 但是机器人的电力只能续航6到8个小时 如果救火到煤电 还得另外花上8小时来充电 因此下一个专题我们要带您来看 科技与防灾到底能不能相辅相成 中间存在着多大的落场 在黄胜宇接受我们采访之前 他已经连续上了超过36小时的班 这一天他背上了对讲机 以防有紧急状况发生 然而事实上就在我们刚开始采访没多久 就有警报响起了 这种案件你说 就是现在 离西路70号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日常 这就是消防员的日常 只是你没想到 在台北市这个全台首善之躯 这些消防员每个月要跑5238次救火车 等同一天就有175次 救护案件 我讲勤务量最大是救护案件 救护案件的话是占 几乎所有勤务里面最大宗 到现在为止 像消防局成立以来 然后消防署成立以来 到现在还有很多民众不知道 救护车是消防人员在 在做大为大宗的救护 救护勤务这样 疫情刚流行的时候 很多防疫巴士 也是我们消防人员去开 黄胜宇37岁了 但消防员的经历已经超过16年 在业界有个称号叫魔鬼教官 他搜救过日本311大地震 土耳机墙镇 还有台南的围观大楼 但他说他们不是英雄 只是凡人 坊间或者是新闻有在报 就10年来40几位 可是如果只统计 统计从2015年来 如果2015年来开始 台湾开始一直在改革 2015年开始到现在的话 消防人员殉职已经22位 我在外面讲我都讲说我也是血肉之躯 然后我是用我的血肉之躯 然后加上我的技能去救一个我数位 某面的血肉之躯 其实在消防队里谈论死亡并非禁忌 但问题是每一次的牺牲能够坏来教训吗 2023年5月30号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消防法 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这是消防法公布37年来最大幅度的调整 当中最重要的是 如果危险物品场所违规或规避妨碍消防检查 罚款额度至少提升三倍 但仅限营业场所不针对工厂安检 于是就在公布不到四个月 发生了明朗大火 没有一个消防员会在 已知我进去一定会死掉的状况下走进去 他一定是觉得好像可以拼拼看 我才会进去 但就是业者没有诚实的提供资料 像他的资讯权可以给我更明确一点点 至少包含连人员作业人员 他的地点在哪里 现在一直在讲说一直有人问说 救灾有没有SOP 这类的东西有没有SOP 可是我必须要讲 以营养的火警或评论火警来看 SOP有可能适用吗 因为基本上来讲环境太复杂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遗寻的东西 科技能够成为消防队员的救命绳索吗 这就是我们下个例子要说的 地点在台科大这是一间隐身在校园的小公司 31岁的科成佑刚从曼谷回来 他兴奋地给我们展示着团队的作品 他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会有8座泰国机场要跟他们签约 这包含新落成的苏瓦纳布机场卫星航下 像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泰国曼谷机场 做的这个数位重建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很好地画出来 这整个场域的空间概念 像这个楼梯电幅梯 包含这个隐秘室的这些 在后面的厕所 我们都可以有效地去把它画出来 那只要画得出来 人就走得进去 才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今天如果我要救这个人 我才不会跑错地方 这是一个透过感测器 和光达雷射进行定位的技术 即使是危险物品 也能透过二维码扫描出来 包含柯成佑 这个团队总共四个人 从曼谷机场地图重建 到转换平面图 再到定位追踪 只花两个工作天 然而就在五个月前 他们成为全台湾第一位 跟新加坡张仪机场签约的厂商 像这两个国家因为第一个 因为我们目前服务都是机场单位 那他们最主动的就是旅客的安全 以及对于相关的一些机场的一些高维资产的管理 一批爆竹 那爆竹它每个箱子上面不是都会有那个二维码 那一样我们也是可以去看说 所有的资产在哪里 只不过这样的智慧防灾技术 却从未在台湾落地过了 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需要 一个是地方政府买单 就是消防人员的安全的最终部分 另外一个是地方的这些企业或工厂 他们需要去买单关于这些数位平面图的建制 或者是危险资产的追踪管理 那这部分都会有相对的成本 过去他们如果发生火警或是相关意外 都是有保险会去赔偿 所以他们觉得 我买这个就不好 我就不欠了 这是我们现在小型的电动破坏器材 它也是吃便的 然后它使用很方便 然后以前也不用去发动 它可以减少我们在抢救的时候的时间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消防设备不是没有改革 从2017年开始 每年消防补助超过6亿元 同样的近几年窜红的灭火机器人 一台造价170万 目前全台湾有13台 总共12个限序正在使用 救灾其实是缓缓 就是吃罗奖还是缓缓相扣 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因为买了一个器材 然后我就已经能百分之百改变 我们还是想说如果躺伤的减灾 能做好一点点 对我们救灾人员的风险是可以降低较多的 说到底消防这件事难防的 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 而是台湾各个角落的政府机关 钟晓气眼对于消防安全的侥幸心态 然而就在我们采访接近尾声 这间消防局又响起了警报 这次是火灾 不好意思 出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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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最后看着黄胜宇匆匆离开 心想着每次出勤 这些消防队员都是做好的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或许他们也会惧怕死亡 但此刻这些没有拒绝权力的人 他们的义无反顾 照亮的 其实是你我的选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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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